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中国法学家江平教授去世 中国法学家江平教授去世 江平 张拼是中国大陆的杰出民法学者 生于1930年12月28日 是于2023年12月19日 他出生于大连 祖籍浙江宁波被誉为民法泰斗 江平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并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以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他积极参与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与其他法学家被尊称为民法四先生 江平的学术研究领域 包括罗马法 民商法 公司法 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 于1951年至1956年间 作为首批公派苏联的留学生 先后就读于喀山国立大学 和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系 然而 他也历经艰辛 1957年因参与大字报 遭到打成右派 后被派往北京西山劳动 遭火车压断一条腿 在清除劳动阶段 他被派往北京延庆中学教俄语 1978年 北京政法学院副校后 江平被恢复教职 然而 由于支持学生运动 他在1990年2月15日 被中共免职 江平于2001年 获得中国政法大学 颁发的终身教授称号 并在2012年 参加台湾光华学者论坛 受到时任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接见 在思想上 江平主张宪政社会主义 认为中国应该清晰地定义为宪政 并指出 在民主 自由 人权等方面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纪念江平的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校内设有每年评选一次的 江平民商法奖学金 他的事是于2023年12月19日 结束了一生对法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大国崛起靠经济 但长久维持靠法律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来源 南方周末 记者 朱又可 2011年1月13日 在火车头下被拖了25米 南方周末 你多次谈到你人生最大的痛苦 是被化为右派的时候 为什么 江平 现在的人对于右派的概念 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感受这么深切 右派意味着你在政治上 从人民的阵线被转到了敌人的阵线 那个年代 政治生命几乎占了一个人生活的主要部分 不像现在 大家在政治上淡漠多了 在政治上变成了敌人 那种痛苦是致命的 更何况我所待的单位是政法学院 又是在北京这么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地方 所以 我一想起自己被化为右派的那段日子 真是很痛心 用任何语言都很难比喻这种心情 而且 并不会因为右派很多 就能减轻痛苦 这毕竟是一个人自身的感受 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周围环境对你的压力 南方周末 离婚对你的影响怎样 你在诗歌里还在写你的第一任妻子 你对她的感情还是一种爱 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变成恨 江平 我和第一任妻子是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 同样学法律 我比她高一届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一回国就结婚了 婚后一个多礼拜 我就被化为右派 我们并不是因为感情不合离婚 而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这对我打击很大 她当时不得不这样 因为她是预备党员 领导说了 你到底要谁 是要江平还是要党 这么尖锐的问题 我也可以理解 这是复巢之下无完卵吧 我对她其实更多的是原谅 她也是受害者 我只是没想到她很快就又结婚了 我对她的情感依然还在 而且还是很浓厚 但是我又想用怨恨来摆脱痛苦 所以在我的诗词中经常会流露出这样的感情 有爱又有恨 恨得似乎想成为动力 但是爱依然是割不掉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离婚后的十年时间 我和第二任妻子结婚时 她也知道我是离过婚的 也知道原因 她也被化为右派 有同事天涯沦落人的性质 我也没有太多好隐瞒的 南方周末 你的哪条腿被火车压了 那时你那么年轻 怎么走出痛苦的 江平 我的左脚 腿断了是我人生的第三个挫折 比起右派和离婚 断腿是肉体上的损伤 还算比较次要的 安上甲之后 我看到苏联有很多五角非将军 身体残疾以后 还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事业 我终究还算幸运的 我在火车头底下被拖了25米 火车才停下来 捡回了一条命 从某种意义上 我把它看成是一件好事 腿断了以后 只能靠拐杖行动 没有办法劳动了 没安甲之时 学校安排我在伙食科 帮着卖饭票 这是一段比较清静的时期 摘掉右派帽子后 我就被安排到外语教研室工作了 老百姓看的是谁给他们 带来更多好处 南方周末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你提到了吴敬脸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江平 吴敬脸教授 被认为是经济学界的良心 他很重视宪政 主张宪法应该交给老百姓来讨论 不能够关门制宪 他也公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希望加强宪政社会主义 他也强调过宪法诉讼 就是对违宪的诉讼 南方周末 书中写了你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经历 你和胡耀邦有怎样的交往 江平 应该说没什么接触 隔得太远了 但我很赞成他的一些做法 我听说过他的言论 老百姓看共产党好 还是国民党好 不是看你的纲领 不是看你的政策 不是看你的宣言 甚至不看你是信奉马克思主义 还是三民主义 而是看谁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带来了最切身的利益 这些都是很土实的政治语言 思权正处于一个上升的时期 南方周末 你做了五年的人大代表 做人大代表 最难的是什么 江平 做人大代表五年期间 我深深感觉到体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从什么地方知道 我当选了全国人大的代表 谁选了我呢 一概不知 还是我手下的一个教务处长 他岳父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他告诉我 江校长 你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了 我说 不知道啊 后来一看果然 我当了代表 南方周末 现在中国的民法典进度如何 我们国家21世纪 能不能拿出影响世界的民法典 江平 民法典快要进入尾声了 合同法 物权法 侵权责任法都出台了 民法典出台难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向来不重视私权的保护 而民法典恰恰涉及到私权的保护 包括了民营企业 私人财产 各种私人权利 私权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得到过重视 在任何专制的地方 私权都不发达 只有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 才能够体现出私权的重要性 近30年来 尤其是在物权法通过后 私权出现了回归 觉醒 在拆迁问题上 现在老百姓之所以能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私权 跟物权法的通过有很大关系 总的来说 私权正处于一个上升的时期 为什么讲私法要比公法重要 如果私人财产都得不到保障 那么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的 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 宪法是近代才有的 没有宪法之前 许多的国家都已经有了民法了 或者是类似民法典的东西 我也表示过这个愿望 希望中国的民法典在21世纪初的时候 能够起到影响世界的作用 但今天我失望了 原因是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发达到这个地步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没有到这个水平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 就是中国的法典起草并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 能够体现出的学者思想还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外国都是专家来制定 法典要经过很严厉的科学的考证 问证才能够制定出一部比较好的法典 南方周末 从立法上来说 公权是受到约束 但是在现实中 人们感觉到公权甚至更强势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江平 现在私权受到私权的侵犯应该说比较好解决 但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就比较难了 现在的律师受到的限制比较多 可是世界各国律师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橱窗 如果律师都胆战心惊 人人自危 那民众怎么办呢 因为公权很庞大 公权权力的行使是没有约束可言的 我们在这三十多年来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怎么解决呢 一个是我们通过了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 还有国家赔偿法 另一方面是约束公权 我们制定了依法行政的纲要 SARS时候加强了公民的知情权 现在很多政府机关都有信息公开的制度 我认为不能够说总体上公权越来越强大 可在某一段时间里 人们会感觉到公权比私权扩大的更多 公权力之所以扩大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国家在市场领域里的干预作用 中国的改革有它自己的特色 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时 中国的做法也很独特 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家干预 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少一点 我们现在还是中国的模式 现在有一个危险 中国自己没有很好地认识到 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 有的时候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 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 这是危险的 南方周末 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家庭权力的干预 在法律上有什么表现 江平 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我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对学校 学校本来是应该自制的 或者是学校应该像企业一样自制 但是现在国家对学校的干预太多 南方周末 你曾经说到 如果新闻法是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 有还不如没有 新闻法现在的进展怎么样 江平 我现在还是呼吁要搞一个新闻法 但是显然不能够搞成一个新闻限制法 我所听到的声音几乎都希望制定一部比较开放的新闻法 当然 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 一点新闻行政干预都没有 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制定一部比较像样的就可以了 从人制转变为法制 才可能谈到宪政 南方周末 辛亥革命马上就一百周年了 中国这一百年的法制之路经过了哪些阶段 江平 回顾这一百年 只能说辛亥革命推翻的是一个国体 所谓的国体就是从大清帝国改成了中华民国 但政体并没有太大改变 原来是专制 到了民国仍然是专制 这是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民主政体的设立 虽然也有议会的尝试 虽然也有这样一些民权的进步 辛亥革命如果从民国时期来算的话 按照孙东山的军政 训政 宪政三个阶段 军政时期是完成了的 北伐成功了 训政的阶段也差不多完成了 但是到了宪政阶段 开始要通过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就是他失败的时候了 所以国民党的宪政 实际上在大陆没有完成 是到了台湾才完成的 从人制转变为法制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再次见面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法学家 江平教授的趣事 以及他在法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江平教授生于1930年 适时于2023年 他被誉为民法泰斗 是中国大陆的杰出民法学者 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 为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重要法律法规 并被称为民法四先生之一 他的学术研究领域 包括罗马法 民商法 公司法等 江平教授在一生中历经了许多困难和挫折 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和信念 他主张宪政社会主义 认为中国应该清晰地定义为宪政 并指出在民主 自由 人权等方面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的逝世对中国法学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他的贡献将永远被纪念和传承 为了纪念江平的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江平民商法奖学金 这将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宝贵的遗产 谈到法学领域 我们不得不提到法律在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大国崛起靠经济 但长久维持靠法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让一个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但要长期保持这种地位 法治是不可或缺的 法律的存在可以维护公平正义 保护私人财产 维护社会秩序 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 然而 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除了制定好的法律法规 我们还需要一个完善的法治建设 以及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论的不断深入 同时 我们也需要保护新闻自由 为民众提供更多的表达渠道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法律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你有什么看法 请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个有趣的话题